大家好,我是安勇,本期视频分享一道油豆腐的这个做法 这样烧出来的油豆腐呢,饱满多,是特别的下饭 首先我们准备300克的油豆腐 我们用剪刀呢,从中间给它剪开 一一剪开后的油豆腐呢,我们放到一边备用 下面我们准备75克的五花肉一块 我们先用刀给它切成薄片 下面呢,我们再改刀给它切丁 切好的五花肉呢,我们放到碟子里面备用 准备大蒜几个切片 生姜少许也给它切片 下面把二者混合到一起切碎 切碎后我们放在边备用 葱白我们给它切成寸段 葱绿呢,也给它切成寸段 二者分开来用 下面我们准备生菜少许 也给它切成寸段 切好后放在边备用 我们来调一个做菜的一个料汁 我们给碗中加入蚝油一大勺 黄豆酱20克 0.5克的胡椒粉 鸡精一克 白糖三克 生抽二条生 倒入少许的清水呢 我们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呢 我们放到边备用 起锅放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 我们放入肉丁煸炒 这时的火呢 一定要是中小火 大的话 这个肉丁会炒糊 煸炒到微微表面焦黄后呢 我们倒入姜蒜末和葱段 炒至出香 炒至出香后 我们把油豆腐倒入到锅内 给它翻炒均匀 下面呢 我们改成大火 倒入提前调制好的这个料汁 大火烧至上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后 我们加入少许的这个薄薄的粉芡水 倒入生菜和葱鱼段 给它翻炒树下 翻炒树下之后 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烧至出一个油豆腐呢 入口饱满多汁 特别的下饭 你学会了吗 想探索更多日常美食 请收藏点赞 阿勇美食小处 阿勇将持续帮来不同的美食分享